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討論Hello Project 今天會比較詳細 仔細 跟大家討論這個項目是有什麼 同樣我們今天有James Law 在這裏 James 也是地產公司大老闆 他就有比較多資料是這方面的 我們今天就討論一下 如果有什麼問題你都可以發郵件 最不是私訊給我們 我們都可以解答的 現在我們先開始 我們開始當然要看一下那個地點 地點對大家來說都是很重要 尤其是如果你剛剛搬來一個新的國家 我知道在香港通常什麼都很方便 在這個地方其實都挺方便的 周邊都有很多可以吃的 買的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這個地圖 如果你看到這個地圖 中間它就是在Greylin Greylin就是在奧克蘭的市場 就是中心的旁邊 所以這個地點就是非常之好的 其實我之前也有一段時間住過在Greylin 那裡的確是很方便 那裡是在市區上班 其實過去十分鐘之內都已經到了 那邊有比較多車 你有沒有坐過巴士 我比較少一點坐巴士 我都是駕車 在紐西蘭都是駕車比較多 不過如果是乘巴士那裡是很方便的 因為始終都是來那個市區比較近 所以都挺多巴士可以乘 因為今天我們跟他們談的時候 跟一些開發商他們談這個項目的時候 他們說在那裡 坐車去City 只有兩個State 是啊 非常之方便 尤其是如果你是去K-Roll那裡 K-Roll 都是在K-Roll旁邊 所以超級方便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可以看 可以玩 我們現在在人樂上面 就看到這個項目的地點 就是很多 記錄了很多號碼的 那不如我們大概 看一看它記錄了的號碼 好啊 我放大一點點 1號 2號 3號 4號 都是Shopping 去買東西的地方 超市 Butcher 就是賣 怎麼說呢 賣肉 賣肉的 是的 肉店 不過在超市都是可以買到肉的 只是 你會不會去Butcher Butcher是通常買的比較特別的肉 證明如果你對某些肉有什麼要求 去Butcher 通常比較好一點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去過Butcher 你有沒有去過Butcher買的 因為超市太方便 超市什麼都可以買到 又新鮮 新鮮 OK 是的 1 2 3 4 我們看到就是那些購買的地方 A&Z 是銀行來的 6 7 6 7 入油 加油站 加油站 在附近 我看到7 你找不到6 6 6 6去那邊 那邊 OK 6是上高上跌 是Mobile 我記得了 Bunning 就是我們賣五金的 Bunning Liquorland 是賣走的 McDonald 介紹 Carroll Wines 也是賣走的 賣走的 Dailly Necessity Necessity 你的日常用品 日常需要的用品 是啊 Earth Culture & Entertainment Graden Library 這個是圖書館 這裡的圖書館 是幾多東西是免費的 是啊 就是好像全世界那些報紙 包括我記得 就是電子的版本 東周刊還是什麼周刊是有的 是免費的 嗯 就是入了這個會員之後 是啊 全世界的報紙 有幾千份都不用錢 接著 OK 在Art Gallery 那些走路很遠 是啊 可能開車去 我坐巴士去 或者坐巴士去 坐巴士去 還有 Sky City Casino 這些都是 怎樣說 是 旅遊地點 你想說 不是 那些平時娛樂的地方 Sky City賭場 戲院 是啊 都是坐巴士 兩個stage 左右 這裡呢 22到28 一堆 一堆什麼呢 吃東西的 吃東西的 是啊 這些都很出名的 這些餐廳 是啊 然後Shopping 還有Graden Shopping Ponson B Road Shopping Ponson B Road Shopping 還有 昨天 我們 上一集 有說到 是什麼Shopping Shopping 那些 其實Ponson B Road Shopping 挺好的 因為有很多 比較小的店 雖然沒有像Zara H&M 那些 不過有比較特色的店 還有 也有 紐西人的名牌 就像Karen Walker Kate Sylvester 那些 你都可以在Ponson B Road買到 OK 這樣我們看看 Queen Street Shopping 不用說 Fitness Park 是啊 附近有什麼公園 這些 是啊 那邊的Graylin Park 很厲害 很大 超級大 是 上次我們有去過 幾個球場 Graylin Park Graylin Park Graylin Park 36 看看哪裏 36 36 應該很近的 Graylin Park 你再放小一點 Graylin Park 34在那邊 37在這裏 36 Graylin Park 在這裏 就是 嗯 就是這裏有沒有一個 shortcut 過去呢 好像有一條路 這樣可以直去的 應該都有的 你是見到我的 screen 是 我見到你 OK 那就是36 然後還有 是 OK 學校 有St.Joseph School 走路兩分鐘 是啊 名校 奧克蘭 University 嗯 又是名校 名校 就是全球排 是啊 全世界的 Top 3% 澳大 前3% 跟著 我們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些小學 AUT 就是醫院 醫療設施 是啊 還有 有些人喜歡在這裏 養 養草物 養草物 其實那條街 有一個很出名的 狗學校 就是現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養草物 在那條街很近 走路也是幾分鐘 叫Barclay Manor 是一個很出名的 狗學校 如果你平時要上班 你可以把那隻狗放在那裏 之後放工你就接回去 很方便 如果不想那隻狗 真的要在家裡 那你怎麼知道那家學校 在那裏讀過書 我以前 我哥哥 在那裏 他有養了幾隻狗 我以前會幫他 帶他們送去上學 而且還會拍那些校校照 class photo 很有趣的 所以如果有養草物那裏 那裏真的很好 Grayland Park都可以帶舊去的 所以那裏可以帶舊去的 所以這一堆 所以這一堆 OK 那這個地點 我們就會看回一點點 我們由頭看尾 這個browser 裏面 有些什麼 我們會看到 很漂亮的browser 最想給大家看的就是 這個Lorsh Group Lo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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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我們之前也說過 FU&O他們設計的 都不是一些普通的項目 都是比較好一點 浮華一點的 是的 浮華一點的項目 這樣我們繼續看 這個小區大概就會 好像這樣的樣子 那裏有些車位 是的 那裏有些不同的單位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Lorsh Group 這個Lorsh Group 大概就是這樣的樣子 它的Lorsh Group 如果我們要猜 它這一邊是哪裏呢 即是封住了 應該就是類似這一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樣 是不是要看一看 我們 即是 這裏的 這個Capital Growth 可以解釋一下 甚麼Capital Growth Capital Growth 即是你那個物業的 生長的價位 可不可以這樣說 Capital Growth 即是平均 Capital就是資本增長 即是說 它這間 這個物業 你買了 平均每年大概會升值多少錢 左右 如果7.68% 這個是前十年的 這個Average 平均 即每年大概升值7.68% 嗯 就 由2009年的10月份 到現在 2019年的12月 就是它們 有這個統計的 是啊 每一年大概升值7.68% 算不算高的 以你經驗來說 以我經驗來說 它其實不算高的 因為有時候 我們可以在一年 sorry 八個月裏面 差不多翻倍的 但不是每年都有的 是啊 如果你拉勻平均下來的話 就差不多是7.68% 是一個平均的 OK 都是正常這樣 正常 但是就是它們 如果 如果 它們的 前幾十年的 數據就是 每一年大概是平均10% 那如果7.68% 比較 precise 比較精準 是7.68% 那當然不是每一種物業都會這樣升值 有些升值 二十幾個 三十個 一年都有可能 但是就 因為當地產有很多種物業 它不是只有一種 或者是屋 或者是連排屋 或者是公寓 或者是公寓 那些 還有 LIFESTYLE LIFESTYLE 這裡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型的 那些 地很大的 是啊 所以 今天才跟我的朋友 聊 聊 他的 LIFESTYLE PROPERTY LIFESTYLE 這裡 可能就是幾千個平方米的地 是啊 好像養農場那些 是嗎 農場那些 都可以選一種 但是LIFESTYLE 它不是用來養殖農場 它可以選擇 是啊 農場那些是一種生意 它可能最多是養幾隻牛 幾隻羊 吃草 是這麼多 光秀賤草 它不是專業 它不是專業 OK 那我們現在看回這個 Capital Growth 是7.68% 每年 所以它們有增值在 Medium Price In October 2009年 是71萬 中間值 中間價錢是71萬 去到2019年 是138萬 即是說前十年 升了大概有 一倍到95% 這個不是很特別 怎麼說 是非常之正常 OK 每8至10年是翻一倍的 大家都知道 已經是一個定律 是 然後20年前又是怎樣 嘩 2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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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Medium Price 是34萬 1999年的時候 30幾萬 都可以買到房子 那時候 我們1996年來的時候 房子是16、18萬 20萬已經是很貴的了 在某些區 30、40萬的時候 應該是全新西蘭的了 是啊 哇 7.4 7.4 我們先看看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 Medium Cell Price 10年 20年 現在是27年 平均 如果是用27年的數據來看 來看 現在 現在 更加多了 1992年的時候 18萬是平均了 是啊 現在是138萬6 是 然後 我們 再繼續 看看 Gray Lin Gray Lin 這個地段 因為它是近City 這個是 一個 新聞 來源 是啊 1999年到2019年 30萬 升值到140萬 平均 Growth 已經翻了3.6倍 嗯 嗯 嗯 這個是我們的Capital Growth OK 我們下一個 我們當然是 講學校 講這個項目的 那是學校 現在有什麼學校呢 在附近 school zone 有些 primary school 就是小學 是啊 小學 什麼 是啊 大學那些 ACG Panel 是一個 一家 名校 名校 Cowland Coast 就是名校 這裡都有幾多名校的校區 是啊 St. Cufford Diocesan Dilworth 這些都是私校來的 是啊 哦 ACG都是私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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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tiary Institution 就是 那些大學 哇 這麼多大學 就是大學 通常人家都會選澳大 最好就是AUT 是啊 除非你說有其他特別的專場 你想讀 這樣就可以選擇其他 有些專門 Oakland Film Institute 是啊 讀電影啊 Media Design 都挺好的 我們有些同時 Media Design School 出來的 是嗎 是啊 這些學校 是一樣東西 我們 剛才談了這個地段 有些什麼 有些設施 日常用品 有些什麼公園 就是附近公園 是啊 然後有學校 然後我們 看一看 還有些什麼 還沒cover到的呢 啊 娛樂 OK 我們看看附近的娛樂 設施 The Wood Community 是啊 那Pocket Bar 你有沒有去過 我沒去過 我都沒去過這裡 Pocket Bar 應該都挺出名的 否則不會放在這裡 集結寫出來 還有Ponson Be Central Ponson Be Central 就去過了 Ponson Be Central 就去過很多次了 裡面有好像街市 即是高級街市 然後可以買到很多新鮮的蔬果 蔬菜 然後裡面有很多咖啡廳 咖啡 我知道的 有一 二 三間咖啡 然後有幾間那些 吃的 吃的 餐廳 有日本餐廳 意大利餐廳那些 是啊 然後那裡又有 可以擺攤位去買東西 哦 你好像在那裡都 是啊 我們二月又要再擺攤位了 為什麼要選那裡擺攤位呢 那裡劇人流都挺多的 因為很多遊客會去那裡 還有很多餐廳呢 是啊 還有賣那裡的東西 雖然好像擺攤位 聽起來不是好像很漂亮 不過其實它是高級攤位來的 是很高級的 就是很多 就是比較那些 會在那裡賣 很有趣 他們本身好像 比較不是那麼高級的東西 他們搞得好像很高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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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那裡有很多那些小設計師 都會在那裡可以賣東西 所以你可以在那裡找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不是你平時在街上走到可以看到的東西 OK 剛才我們是看到什麼呢 我們是看到那些字 即是叫什麼名字 Countout Supermarket 現在我們有少少一些 現在可以看到有些相片 Grayling Butcher賣肉 是啊 醫療 醫療 醫療8分鐘行的8分鐘 賣麵包那些15分鐘 這個Bunning Warehouse賣5金的 是啊 行路5分鐘很近 Postal Service Café 也有一間Cafe來的 5分鐘 6分鐘 這個Uptown Bounce 跳 trampoline 是啊 現在很流行的 在紐西蘭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應該沒有 因為地方也挺大 都挺好玩的 是啊 有下次一起去玩 是啊 減肥可以去跳 好玩的 帶小孩去玩 是啊 Grayling Park Grayling Park Grayling Park也是很好的 可以踩單車 那裡又可以有狗 如果你有養狗的話 可以在那裡放狗 然後又有一個籃球場 你也好像有養狗 我有養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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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再看一看Ponson B Road 很多Cafe 最喜歡去那邊 是啊 很多 柳先生真的有很多Cafe 是一個文化 這個文化 威仁頓也有很多 奧克蘭也有很多 一條街可以有很多Cafe 是啊 那香港有沒有這樣的文化 香港的茶餐廳文化 茶餐廳 是的 不過茶餐廳比較快些 快些吃完就走 不過在這裏的Cafe 是很放鬆的 你可以叫一杯飲品 當然不需要一定要叫咖啡 有很多其他選擇 叫做brunch 現在最流行brunch 你知道什麼是brunch嗎 James brunch 十點鐘可以去吃個brunch 現在年輕人最喜歡 就是brunch 和午餐 午餐 中間 所以就是懶人的 午餐 是啊 懶人午餐 現在年輕人最喜歡 是 Ponsonby Road 這裏Opress 他們現在 我們看到 在相片裏面那些 是比較稍為出名的 Opress 和Bambina 好像是top 50 排名前50 是啊 Bambina又是出名的 然後現在 剛才我們沒有看到這個 Mountain Bike 這個叫什麼呢 Mountain Bike 踩單車 越野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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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越野自行車 越野單車 是的 OK 這裏附近有 跟著我們先看一下 Tart Bakery 是 即是吃些 Bakery 麵包啊 蛋糕啊 這裏西方國家都是麵包啊 蛋糕啊 咖啡啊 Donut 甜甜圈 是的 這樣 再看一下 OK 這個剛才他們沒有看到 喂 鴨仔 鴨仔湖 這個鴨仔湖 是啊 鴨仔湖 鴨仔湖 那裏 鴨仔湖 在裏面寫著 鴨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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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桌面 6、7點鐘 香港不是都起得很硬 他們都是這樣的 好像 6、7點鐘已經去茶餐廳了 不是茶餐廳那些 叫什麼 吃點心那些地方 哦 喝早茶 對 喝早茶 會嘛 還是年輕人應該會不會起 應該不是年輕人 不是年輕人那些 對 喝6點鐘 喝早茶 看報紙這樣 接著 他們有這個 吃西餐 吃Burger 還有西餐 OK 接著 OK 好了 OK 不過你不需要擔心 看到全部都是西餐 其實那邊都有幾多中餐可以吃 還有日本餐廳 都是有選擇 所以不用怕 我知道很多人說移民來新西餐 怕吃不到飯 吃不到竹麵那些 不過其實是有的 好多 很近 道明年路應該很近 是不是 對 很近 但是 不如數一數 我們這裡有幾多 幾多間 吃點心的 吃早茶的地方 你想不想到 嘩 超多 現在 之前 New Market 就有什麼 珍珠園 Sun World Sun World 我記得他們的英文 然後 新西餐 新西餐 海港 中華 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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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中 中港 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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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縣 中原廣 中央在中華 中館 接 Может 從中華 中 univers 中華 44 中華 接著就到primary了 primary就是小學 然後我看一下還有些什麼 是我的favorite 你的村長是這個 健美 運動 健身 運動 有這麼多 所以這個要麻煩你介紹一下 你的專長 OK 好 Jets Anytime Fitness 前兩個都是24小時的 24小時的健身 接著再有F45就是那些 那些叫什麼 Boot Camp 就是比較激烈的運動 可能是比較適合男生 不過我看到有洋人的鬼妹會去做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是比較適合男生 因為那些會弄到肌肉很壯健 除非你想要那些look 然後還有Pilates Yoga 巴 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 還有跳舞學校 Sala Pik Pilates 也有很多Pilates的studio 在那裡 還有瑜伽 我覺得老師很適合做瑜伽 我覺得很舒服 這個環境 還有這麼多Yoga 這些都全部在這個項目的附近 附近 對 然後我們看完學校 看完這個 然後還有一些 OK 我們可以看一看 這個項目的 那個Layout 這裡有Building A Building B 和Building C 這裡都是店舖來的 前面 是啊 面向大路 Great North Road 就是這條大路 翻譯中文就是大北路 大北路 對 跟著Building A 上面是有一些apartment 住宅 就是公寓的 可以住的 這裡我們叫做apartment 跟著就是 我們看到Building C 也是一樣 下面是 我們叫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地下層 香港的地方叫做 1樓 1樓 全部都是retail 即是店舖來的 上面 全部都是apartment 但不是很高的 待會我們看一看 我找一張圖出來 他們那些Render 不知道有沒有 我記得是有的 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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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外面 OK 外面 外面 啊 看到了 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好漂亮喔 外面 就 哎呀 不見了 哎呀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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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正面看到的 這間 就是 我們的Building C 是 這個Building C 這樣 這一個 這一堆 就是 Building A 然後 不是 這個是Building B OK 這個是Building B 是啊 哦 即是兩個是夾在一起的 加後面那個才是Building A 這個小小的才是Building A OK 下面這些都是店舖 上面那些是住宅 是啊 那這些都是住宅 路上那些 樓上那些都是住宅 這樣就 這個是外形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看其他那些相片 呃 由頭看到沒有 不如 不如 好啊 OK 我們由頭 呃 浴室 即這個Randle都幾美的 Bedroom 是啊 那些房 衣櫃 呃 這個後院 之前我們沒見過的 嗯 這個後花園 是啊 是啊 OK 接著 這個是 那個 那個 什麼樣子 嗯 這個是 那些 就是 有客人 哈哈 OK 不是我的狗 那隻狗 你的狗會說話 這個狗有一個小朋友跟他玩 哦 OK 那這些就是 那些Render OK 嗯 那我們再繼續看一看 我們的PDF 裡面 有些什麼 嗯 那這裡呢 一共有104間 嗯 Terrace House 那現在 用過兩三個禮拜 已經剩下 不是太多了 剩下二十幾間 這樣 超好賣啊 是的 買得很好啊 嗯 然後 嗯 大概 那 就是 有些朋友問 那 那 這些 那些 unit單位呢 有些 就是 come with 什麼 就是有些什麼 嗯 包了些什麼 包了些什麼 那 common area 就是共用的那些設施 那 有卡派 Excess Landscaping 就是那些 那些 花園 是啊 就是不是很多花的 至少他們有些樹啊 草啊 那種 是啊 那外面那些 現在都不流行有花園了 年輕人 是啊 應該很多人都已經不流行花園了 又要剪草 是啊 很麻煩 Security 的CCTV 這個 這個好處就是這個小區裡面 是有這個Security 的 Camera 的 是啊 那比較安全一點 Cycle Park 之後說 一個公用的 可以 駕單車 可以駕單車 駕單車的 是啊 community garden 就是一個公用的地方 種菜 香港很輕輕這件事 我就沒有聽過 不過可能都有的 不過它反正就是一個小的 花園仔的 大家可以在那邊種自己的菜 ok 那我覺得這個都蠻好 這樣 雖然說沒有什麼地方 花園 因為始終有些人都喜歡自己種東西 就是做這個娛樂這樣 嗯 ok 其他那些設施就是有TV area 有些lightning 嗯 窗那些都是standard的 嗯 bedroom 裡面有些什麼 有些是鋪地毯的 是啊 我看到這裡是 就是living area 就是生活通間 那些廳那些地方 是用木的那些地板的 是啊 好像木的地板 其實可能符合地板 嗯 那 bedroom是地毯 現在我們全部都在用LED的lightning 是 是不是這樣省電一點的 LED 又省電 非常省電 好省電 超省電 我們家裡都在用 廚房 又是那些 比較硬正的地板 嗯 microwave Rangewood 咦 這個owner supply bridge 就是這裡寫了雪櫃 那不是包雪櫃 就是它給了這個空間 你可以放雪櫃的 是啊 哦 就是雪櫃要自己供應的 自己買 這個owner supply 就是你 但是它會給你一個焗爐 是啊 然後cook top cook top 它 supply的是電子的 是的 所以是電的 是啊 但是 就是 今早和它們開會的時候 它們說是可以 你可以加錢 加錢給它這個升級去一個煤氣的 哦 OK 你可以 就是叫它 是啊 升級變成煤氣 是用煤氣筒的 是啊 那 Oven Oven是包了 Cook top 泡了 Dish washer 洗碗機 又包了 是啊 我們去台灣賣的時候 經常他們說 咦 你們沒有 毛皮嗎 香港叫什麼 毛皮 毛皮是什麼 毛皮 就是說 它們建完那四棵牆 就給你了 哦 即是裡面什麼都沒有 沒有裝修的 哦 OK 所有地毯 油漆 全部你自己搞定 那 但是 新西蘭這裏呢 紐西蘭這裏 是全部 包了 做了 給你 包括 有些 有些 例如 Dish washer 這個 是啊 就是洗碗機 是啊 洗碗機 還有那個 Oven 是啊 焗爐 焗爐 OK 接著 看看 他們的bathroom有些什麼呢 那些應該有的也有啦 設了啦 是啊 不給你馬桶 哈哈 這些是有的 接著 明設計師的馬桶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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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砂漠 哦 就是普通的 那些都不普通的 砂漠 床 不錯的 是嗎 是啊 砂漠 然後 Services 有些什麼 Hot Water Cylinder Water Supply 有電 然後Cord Yard 等一下 查一查他們有沒有 他們的洗衣房 有沒有提到呢 Laundry 是啊 查一查 洗衣房 忘卧 在哪裡 Living area common 洗衣房 應該是有 應該通常在一個 Bathroom那裡 Kitchen Dish Wash 3J Washing Machine 沒有寫的 應該 我們查一查其中一張圖 看看就知道洗衣房在哪裡 Laundry 那就是說Laundry 他們不包洗衣機 應該通常洗衣機不包吧 之前他們賣的那些是包的 哦 可能因為他們那些是公寓 是啊 那我們看回它這個 這個 這個 Outline那裡 Kitchen Sprash bed 跟著Bathroom Wall Ceiling Wed Vanity Joynery Toilet Lighting Hot Water Electric Supply Wall Ceiling 那些 那可能它只是給一些 Tab 你 那你自己搞定 是啊 除非 所以自己喜歡真的邊就真的邊這樣 是啊 不是 他們有個地方 我看到他們的Floor Plan 就是說 你看看好像 這個 Type A Type A 它們就 就 就著名了在 Middle Floor 還有一個Laundry 哦 OK 哦 對 HWC就是Hot Water Cylinder 是啊 就是你的熱水爐 水爐 那這個Rope 其實是叫做Wattrope 衣櫃 其實是衣櫃 卡布 然後是Bathroom 這間是房 哇 這個有兩個Wattrope 主人光 這個是Type A 嗯 這個單位是兩房 Living Room Toilet Dining Area OK 那 大家可能會問 那一個單位多少錢呢 它們的價錢呢 是由 多少錢呢 看你要哪一間房 樓子 100萬左右 100萬左右 最高去到140幾萬 都差不多 現在在樓西蘭買屋 是啊 那這個就 基本上 假設如果你過來這裡 可不可以進去住呢 可能會問 就是現在 就是 我們這裡的房子 建完之後呢 其實你搬家具 基本上可以進去住了 它們通常都不會包 你那些窗簾 是 是沒有包窗簾的 我們不是 所以窗簾都是自己做的 我們這裡有那些管理人員 會幫我們的客人去 買窗簾 擺窗簾 甚至乎 就是 我們的客人回到來之前 就幫他們搞定窗簾 都有這些傢俱的配套 就是好像有些 你們那些 那些 沙發 是啊 床啊 那些都可以幫忙 買了 然後 買進去 即是一進去 就可以立即住了 是啊 或者是出租 大部份 很多人買了 買了來投資 出租幾年 等我升值 是啊 OK 那我們 講完那些 我們可以看一看 這個FAQ 不是 我們看 不如看一看那個租金 好 租金呢 它有幾種的 Type A 800至840元 然後 一個禮拜 每個禮拜 是的 這個我講樓子 樓子 800元 然後 有些 四房那些 貴一些 1000元 5000多元 港幣一個星期 一個月 一個月就 2萬元 是的 這個大些 這個平均 800多元 我們會見到500多元那些是什麼呢 那些稍為比較 比較 小一點的 studio 51個平方米的 一個bathroom 這樣的 這個呢 3號 3間房的呢 900至950元 一個禮拜 那這裡 這麼近 City的話 那肯定不難租 非常容易租 我們見到 紐西蘭奧克蘭的那些空殖率 那些 你放租呢 你知不知道是多少 差不多 五百幾 五百四 不是 vacancy rate 哦 vacancy rate 不知道 不過應該 都 我們之前有個 我們 那個 調查 調查是2.1% 哦 哇 然後呢 這個是幾年前的 然後跌了1.4% 是啊 即是說 一百間屋 可能有一至兩間屋 是有可能空的 哇 有可能空有很多原因的 那你如果是離市區很遠的 那當然有可能 沒有那麼容易租 是啊 那這些應該是比較搶手的了 是啊 非常搶手的那些單位 那我們現在呢 就回去看一看我們的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那你可以 經常問的問題 是 經常問的問題 問題少年 問題少女 問題少女 好 那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問題就說 這個development 這個項目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看到 我覺得它那個car sharing很特別 嗯 car sharing 就是 它們有幾架車 還是電子車來的 因為它們這裡都是 很講環保 現在大家都在說環保 那是電子車來的 那些是普通車來的 但是 據我所知 我看到有幾架 它們現在都是用電 是啊 好像他們是用電車的 然後 你只是用手機去 即是如果你那天要用電車 你拿手機去預訂 然後你那天就可以用電車 所以你就不需要說買電車 有這樣的可能 嗯 就是它有幾架車在那裡 放著給那些小區 這些百多個家庭 去用 去用的 但是要給錢的 即是你用它也要給錢 當然要給錢 要給錢的 對 對 我覺得這個挺好 然後 還有一個地點也挺好 這個項目的地方 對於我們本地人來說 很多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 那一代 尤其是在市中心那裡上班那些 都是希望住在 好像這些 CVD Fringe 即是在 剛剛好在外面 又不是在裡面 因為在裡面住的話 可能會比較 草 地方會很小 多一些 小一些 因為住公寓始終都是 小一些的 小一些 小一些的 那些單位 那住在這裡的話 他們會 單位大一些 還有他們會見到多一些 例如 花草樹木 他們可以見到那些 比較多一些 即是比較lifestyle 一些 不需要說 即是住在一個市中心裏面 是的 那很多人 即是他們在外國 住得很擠 回到這裡 都不想住得那麼擠 想稍為輕鬆一點 是的 Ponsonby 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 奧克蘭來說 比較 出名 出名的 一個 怎麼說 週末去的地方 週末去的地方 週末去做什麼呢 喝咖啡 逛逛 那些公園 可能去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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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開始呢 嗯 什麼時候開始 起呢 在 October 2020年 即今年的10月 大概開始起 在明年的12月左右 是完成的 哦 即是在一年 差不多在一年 那我就覺得 應該 因為它跟 它跟那些 叫什麼呢 它跟那些 公餘 是不同的 它們的 起的時間 應該會快些 如果快的話 半年至八個月 左右是可以完成的 可以搞定 可以搞定的 即是可以 有可能在12月之前 是有一部分 是應該會可以 這個完成的 但是 它已經寫了 在這裏 December 2021年 應該就是 那幾個月 的時候 可以完成了 OK 他們這裏都寫了 他們覺得 有可能 有非常高的Demand 如果有高的Demand 的話 他們可能會提早 達到他們的銷售目標 哦 這樣就可以早些開始 昨晚 他們已經跟我們說 他們已經達到 他們的銷售目標 嘩 所以可能會 即是 他們其實可以 隨時開始 是的 他們已經達到 都幾長手 銷售目標 一般來說 即是題外話 是的 銷售目標 一般來說 就是這個項目的單位 如果銷售了六成以上 就算是達標的 是 他們就可以開始開工 其實 好 他們已經提早了半年 達到這個六成了 是啊 所以他們應該會 很快就可以開始了 很快就可以開始了 或者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誰是開發商 開發商是誰 是誰 他是一個叫Wimbledon Trustee 是一個Conrad的子公司 Conrad是我們新西蘭最大的公寓發展商 但是呢 他現在就涉足這個Terrace House 這個聯牌屋 是啊 他們有什麼資質呢 是完成了超過4400間單位 是啊 目前來說 也是新西蘭最大的一家 即是包括了澳洲 是一個比較大的開發商 是啊 即是有信譽的 嗯 嗯 是啊 做了幾十年應該 不用說了 OK啦 又用名設計師 用名設計師 用 沒有問題的了 是啊 因為這個屋全部都是碩士屋來的 所以都是很 即是怎麼說很Stable 很安全 碩士屋 嗯 那這裡也有個Body Corp 是 Body Corp 是會幫他們做很多事情 明天 香港這個 照顧家屋 香港啊台灣啊 那些都有這些 即是中國都有Body Corp 是啊 Body Corp 就是物業管理 管理 管理 嗯 看一下 還有些什麼呢 嗯 OK 那看一看 怎麼去secure 是啊 如果有興趣 怎麼可以買到呢 嗯 怎麼去買到 那第一步 就是 大家 拿錢 被簽 然後他們看一看 有各種不同的單位 是 有剩的那些是哪些 即是可以買到的那些 是啊 然後就可以 訂 訂這個單位2000元 是啊 訂 但是要一日之內 簽那份 買賣合同的 那個買賣合同 那買賣合同呢 新西蘭這裡 是可以用電子簽的 是 即是如果在外國的話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透過我們訂 然後簽 第一步呢 給了2000元 是 然後第二步呢 就是給這個10% 是 即假設是100萬的 首先給2000元 然後呢 剩下的9萬8 就是10個工作日之內 就給 是 給完之後呢 這裡寫明的了 是有利息的 嗯 即是根據什麼 即是多少利率來計呢 是根據銀行的這個浮定利率來計的 是有利息的 一直到他們交屋為止 嗯 假設你拜了1萬元 那利息一年是3% 是啊 即是說1萬元的3%是多少錢 300元 嗯 那兩年之後呢 就有600元 那這600元呢 就是屬於你的錢 但會給了開發箱 是啊 那等於你可以少給600元 哦 這樣不錯啊 是有興趣的 那第二部分呢 又要給多110元 是有兩個月之內給的 簽完S&P 再給一個10% OK 一共給20% 那之後就沒有了 一直等到這個 起完 起完為止 即是交屋為止 那total呢 是給20% OK 而且前10% 和之後的10% 即total的20% 是有這個利息的 那利息多少呢 是floating的 浮定利率的 可能是2% 2% 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要看 他放進去的時候 是多少錢 哦 OK 現在呢大概是2% 我們可以上網查一下 看一下 最近那些 銀行的利率是多少 ok Settlement Settlement 即是交屋的時候 是啊 那些沒什麼話說 是啊 是啊 那我覺得大概 大概 我們今天掌握到 都差不多了 嗯 是啊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就可以發郵件 或者是私信我們也可以 對 就去 或者是你關注我們 James Law International的Facebook 是啊 這樣可以私信 James Law 是啊 然後我們會有同事跟你跟進的 一對一 這樣跟你解釋所有的事情 同時你們都可以問我們很多問題 然後呢 或者是他們 如果大家有 例如 Tax 啊 稅務啊 外國人的稅務 一些問題呢 你可以私信給我們 或者在comment那裏評論 你想知道什麼 是啊 我們可以找相關那些專業的朋友 過來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天 是啊 是啊 然後我們也都會舉行這個直播 這樣直播 我們就會 訪問很多不同的專業人 就是關於移民啊 投資啊 這樣你都可以關注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那裡問我們 我們會邀請相關人士過來 是啊 是啊 這樣 OK 那我們跟大家說再見 OK 好啦 下次見 拜拜